開始發高手 然後就覺得 天啊 到底要怎麼辦 是我很死責 其實我 對我就是沒有把身體顧好 這個人呢就是 不知道 就是我自己覺得 因為那麼大的壓力 可是這禮拜就是 身體重病 在一個月前呢 我就是一直在咳嗽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跟我說是 然後我就吃藥 然後吃了兩個禮拜 然後我想對 怎麼可能都還沒好 然後我前三天 去看了一個新的醫生 鳳澤對見 說我是咽喉眼 然後就說 我前面吃的藥就是 沒有對症下藥這樣子 然後我就吃了 然後就開始發高手 然後就覺得 天啊 到底要怎麼辦 今天 今天算是整個狀態 都比較 中間一點 就沒有到太嚴重這樣 然後醫生有特別 開了一個這個 甘草止咳水給我 就是 他說這個可以 撐一個小時 對 所以我如果等一下 真的太嚴重的話 我就會 喝它這樣子 然後灌整戶 就這樣 這樣說就對了 我喜歡 就這樣說 就這樣說 我 可以 就是這樣說 我 就這樣說 我 我哭是因為 我自己狀態沒有很好 然後 就是沒有做到我自己覺得很 很一百分的一百分 對 所以 我希望你們可以把感動帶著走 你還不棒 其實我很自責 我就是沒有把身體過好 沒有辦法